近期地牛频频翻身 抗震安全不可轻忽 台湾市中立艺术馆9月16号起 将启动耐震补强工程 以提升馆内的安全 同时也将针对馆场的舞台地板 展览室等环境做大规模繁星 未来提供民众更优质的艺文环境 中立艺术馆作为桃园地区重要的艺文场馆 从民国74年启用后 推动许多桃园的演艺活动 最近经常发生有感地震 建筑抗震的能力变得至关重要 因此9月16日起 官方将进行耐震补强工程 为了要符合最新的耐震的强度 所以我们即将在113年的9月份 进行结构工程的补强 预计会在114年的1月份完工 未来也会将提供给民众 更优质的艺文体验 本次工程将进行到明年的1月份 期间内地下停车场将持续为民众开放 提供周边停车需求 此外 官方也将同步更新场馆内的展演空间 打造更好的艺文环境 在结构工程补强期间 我们针对的一些工程范围里面 包含展览室 还有我们的办公的一些听设空间 也会做一些就是防护的一些工程 那另外呢就是透过这个修管的期间 展演厅里面不管是舞台的地板 或者一些悬吊系统也会进行保养 跟大规模的翻新 尽管主要展演空间暂时关闭 中立艺术馆仍会继续提供场地借用 和艺文咨询服务 音乐厅更计划在明年上半年 安排30多场的演出 用全新的风貌迎接桃源的市民朋友 提供了 对edat 请多敏 outt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